大家好,我们的习主席是点心的东风吹在毛泽西,西风吹在毛泽东 一会儿一个说法,早之前刚上来的时候就说过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反对炒房子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房子一放难求 搞得大家都想买房子,一个一个的都是背了巨大的杠杆 然后闯进了房市,大量的人都逃牢了 所以有些人面对今天的房价的格局,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说习主席这个人很坏的,他是故意让那些人上套的 是不是,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还没有当总书记的时候 还在国家副主席常委的时候,做储君的时候说的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习主席真是善解人意啊 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啊,中国的房子在搞那么高干嘛呀 是不是,所以觉得习主席是一好人 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还开过一次会 这个房价到底是涨好还是不涨好呢 然后一堆人在那里炒翻天 所以分成两派嘛,一派就是认为温家宝不是个东西 因为房价这个东西它涨到天上去啊,是温家宝搞起来的嘛 所以很多人骂温家宝,尤其是财力不怎么雄厚的人呢就骂温家宝 说自从温家宝这个东西开始搞这个4万亿之后房价就涨到天上去呢 一般人根本就买不起房子,房子成为一个不可企机的这么一个天文数字 这么一个高峰,很多年轻人一辈子没有房子,中国没有房子 你逃不到媳妇,是吧,真麻烦咯 像我们这些人呢,就赶上套了呗,是吧 我2016年买了两套房子,哎呦,那你想想吧 那时候才几千块钱,说多了都是那,后来涨到十倍不止啊 二十倍真的是,哎呦,说多了都是那,所以习主席那时候说的一段话 房子是用的住的,不是用的炒的,反对,坚决反对过度过热的炒房子 很多人觉得他说的话好,但是今天回头一看,卧主席你很坏呀 你是给中国老百姓挖了一个坑啊,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子的啊 房子这个东西,它是个商品嘛,你越是不让我买 是不是,越是不让我炒,我越他妈要炒 所以这个货币经济啊,房子房地产经济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嘛 叫货币效应嘛,叫做货币故事嘛,是吧 就是大家为什么都去炒房子呢,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这个地方有钱赚 就炒的越多的时候,人参与的越多的时候房价越高 他完全是一个,就好比一群人在那里一声大吼 所有人都一声大吼,是不是,把这个高潮就掀起来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经济学里面这个叫做非理性繁荣 所以我们这些学了经济学的人呢,就认为习主席的话说的很好 很多人都支持习主席的那句话 结果现在这两天,我今天听到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说现在有些人回过神来了 说他妈的习近平是故意这么说的 故意挖一个坑,房子是用来租的,不是用来炒的啊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房子要怎么地怎么地了啊 所以呢就不让炒房子了呗 你不让我炒房子,我越要炒房子 人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不让我干的东西 不让我炒的东西肯定有钱赚,是吧 就像这每一个很多政府不让人搞毒品,是吧 你搞毒品是死罪 但是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嘛 就是你凡是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去搞毒品的人 那一定都是赚大钱的人 这个毫无疑问的呀 所以说习主席是一个坏蛋啊 故意挖了一个坑,这一挖就是十年 但是习主席呢 东风吹在毛泽西,西风吹在毛泽东 这两天又亲自发话了啊 就坚决不准降房价,是吧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还说这不是个价格问题 而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大家都知道啊 没人买,上海这边房地产新镇出现以后 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市场啊 几乎为零,没人动 广州这边深圳这边继续跌 连北京这边的房子都跌的不行了都 说北京这边的房子 北京有一著名的社区叫天通园啊 天通园里面的房子跌的不行了都 都已经是腰斩都不客气了啊 而且不仅已经是房价跌,房租也跌 房租跌了20%,房价跌了50% 跌的不行了都,这时候习主席突然又吓你啊 坚决不能降房价 这个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不再是一个价格问题 不再是一个市场问题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习主席的前后 跨越了十几年的两个发言呢 要把它放在一块思考思考 所以有些人就说了嘛 就说这个房子啊 它不让降价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无论是国家 还是普通的家庭 它的80%甚至90%的财产都房子里面 如果房价跌到跟屎一样的不值钱了 那中国的这个过去这么多年的积累 无论是国家积累还是家庭积累 一夜之间就啥也不是了 这可不得了啊 这的确如同习主席讲的啊 它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 的确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 的确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 不再是一个市场的 所谓的房价的涨和跌的问题 这个财新网报道说 说多家银行 然后已经接到了命令 说什么呢 房价是绝对不能降的 那房价不能降 那么多人过去听习主席的话 或者被习主席所蛊惑 买了房子 背那么多房贷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国务院亲自给各个银行 下大量这个秘密的计划 就是你现在如果说 有大量的房贷还不起 没有关系 我先拖几年 我银行还几年 你暂时可以不换本金 你这需要还利息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动不动去贷几百万的贷款 你这个时候是绝对还不起的 一个月要光这个银行的这个还款 都要两三万人民币 你上哪儿挣那么的钱去啊 我也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自信 我是没这个自信 我在北京买房子我也带过款的 我给自己的盯的这个每个月的还款的计划 就是三到四千块钱 超过四千块钱 本人不干 为什么呀 因为我算过账子 我也没工作是不是 我就是一社会闲存人员 但是我是一个写稿子的人 那个时候我的行情还可以啊 我呢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的时候 我就写稿子 每一个月写那些多少钱 那些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你还过日子 这么待一家子呢 要吃饭呢 是不是 所以我给自己的生活费是 每一个月呢是三到四千块钱 对吧 生活费 完了以后你还贷款 还三到四千块钱 就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手上还是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呢 我就把它存起来 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一直是 就是你要把生活要安排出去 你把贷款要还了 然后还略有结余 要存点钱 要为未来做准备 否则你一分钱都不存 你月光族 搞完了以后 你到时候一旦家里有什么事怎么办呢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 没有任何人帮我 你必须存钱 哪怕一年存个两万块钱 十年也就是二十万呢 二十万基本上可以解决家里的突然出现了 比如说脑梁病了呀 或者家里有什么生病了呀 你不可能说就看着他不治病呗 就让他死呗 没人帮你的 家里一旦出问题 任何人都不可能帮你 一旦出问题 所有人都离你而去 这个时候你自己又比什么都强 借钱是借不到的 所以我三十出头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这个道理 我的计划就是这样子的 一部分还房贷 一部分的解决生活 一定要留大概三分之一的钱 我那时候都没留三分之一的钱 大概一万块钱留到两三千块钱的样子 两千多块钱不到三分之一 坚持一段时间 我的房贷也还了 我日子也过去了 是不是 我的银行的存款呢 也在慢慢看涨 这日子不就过下来了 现在年轻人呢 瞎搞是吧 所以你知道吗 国家有国家的安全的金融底线 你家庭有家庭的安全的金融 金融底线 个人有个人的金融底线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被共产党忽悠了 不要觉得自己高估自己的能力 现在习主席就是傻流氓 早期呢他忽悠你们 秘密的变相的股东 你们买房子 现在呢又不让你降房价 我说过无数次啊 共产党的房地产的政策 什么时候他告诉你啊 房价随便降 我不管 这是个市场行为 哎 共产党是真心真意的 为人民服务了 真心真意为你考虑 只要是共产党 吼着一口气 不让降房价 那就是割韭菜 那就是在骗你 习主席最近的最新讲话 坚决不让降房价 谁降房价就找谁 现在因为大量的民企都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现在真正的房地产的大盘都在一些国企手上 所以习主席说不让降房价那就国企 国有企的房地产公司都不让降房价 那你民企也不敢多降啊 民企也不敢降啊 就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人呐 你要看时候 当你的工作都不稳定 就业前景不好 家里也没什么急需 也没人帮你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为了这个面子 是不是必须要买房 或者是洗包子都哭哟 一定要买房 不买房 他不死人呢 是不是 你看今天的消息说 那天同园这样的房子 房租都跌了啊 这不是个好事吗 所以机会出现了 租房子住 不要买房子 买房就等于是帮习主席解套 不买房 你就等于在给习主席的这个屁股上 扇探眼耳光 真是 过去我的朋友赵晓老师说 买房就是爱国 我现在告诉你 不买房 就是爱国 就是反 就是什么 就是反共 不买房 就是爱国 这个国家被共产党搞到乱七八字里 爱他干嘛 是不买房 等一段时间再说 什么时候习主席的房价降了 你就去买 谢谢